再来交通改善的问题 农肯路车祸评传 也造成了今年度5起的车祸事件发生 现议员张怀文在今年5月 就已经提报了警示号制灯的装设 经过县城府建设处交通科 编列42万元经费来设置 却在9号的中午再次发生了车祸意外 当地的居民就呼吁相关单位 能够尽快来处理警示号制的装设 避免车祸事故来评传 虽然道路两旁没有遮蔽物 花39香道在110年就造成了5起车祸事件 昨天上午的车祸更是造成 两人轻伤一人重伤送医救治 10号上午张怀文议员会同了 华林县政府中区服务中心主任赖锦昌 收封派出所所长、共和村村长 服务处主任林品阳 实地会刊农耕二街路口 也呼吁管辖单位能够尽快设置警示灯 以减少车祸的发生 那这个十字路口经常发生车祸 其实我们共和村长也很用心 把周边的草都已经清除得很干净 可是依然车祸平平不断 那其实我在5月份的时候 已经有交通队 还有我们服务处主任以及村长 我们都来会看过了 我们预计在这边有几项的改善工程 潮化线已经画好了 那针对这个赏房警示灯的问题 我特别要谢谢华林县政府秘书长 特别的支持 这四十几万的这个警示灯 已经在进行 发包中间 很快的就可以做好 那我也希望说 我们的乡亲 这个地段非常会发生车祸 大家一定要停看听 张怀文服务处主任林品阳表示 在今年5月会刊之后 已经提出警示灯号制的设立 华林县政府也核定42万元 将进行后续的发包作业 今年的5月份 我们服务处就已经会刊完了 那跟我们建设处的交通科 那前往来会刊 那我们在当下也达成一个共识 那在这个平板 发生车祸的这个十字路口 那我们希望建议能够装设 这个闪房告示灯 那么希望这个建设下去 在今年的1月就会建设完成 希望我们在还没建设完成之前 我们乡亲一定要特别注意 这个十字路口是非常频繁 车祸非常危险 农肯二街宇花39香道的十字路口 今年度已经发生了5起的交通事故 先议员张怀文也呼吁乡亲 行驶该路口能够减速慢行 并注意来车状况才能够减少车祸的发生 记者林杰说风香采访报道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